这一时期呢 波士顿的很多名门世家 后来就成为了美国社会文化的一个精英 大家都知道的就有什么 比如这个波士顿的这个婆罗门 这就是他们被称之为 这一组人都是后来美国社会文化的一个精英 从19世纪后期起呢 波士顿文化就开始繁荣起来了 因为经济好了嘛 经济好了肯定文化繁荣 我们今天的经济好文化就繁荣 经济不好文化肯定繁荣不起来 没工夫先弄吃喝去 中国人呢 他缺乏一种海洋意识 是源于我们是一个非常的这个传统的农耕社会 农耕社会对海洋没有概念 第一我们远海离海就远 第二呢我们是靠种地活着 靠种地发财 过去啊有一个土话叫 丑妻禁地破棉袄 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都是文化 你比如文化中我们也有说父母在不远游 什么叫丑妻禁地破棉袄呢 就是老婆长得丑啊 踏实 干活 你出远门也不担心 禁地是什么呢 过去的农民啊 有地这日子就好过 这地离家远啊 不合适 第一看不住啊 容易丢东西 第二呢 劳动成本大 说你们家有块地 离你们家每天走着好几个小时 不合算 所以丑妻禁地破棉袄 这都是破棉袄 别看破 遮风避雨 老婆孩子热炕头 是我们最嚮往的过去啊 在农工社会最嚮往的一种 生活状态 那么父母在不远游呢 就是一种文化理念 这种文化 就有点害我们在近代史上 这种文化是使中国人很难走出去 你们注意看啊 凡是华侨盛行的地方 凡是愿意走出去到国外打拼的 都一定是沿海地区 对不对 我们的福建沿海地区 广东沿海地区 这个浙江沿海地区 这人都愿意往外走 但一到内陆 那就是说百步足一二 跟人家没法比 我们除了明初 正和下西洋 我们都知道正和这个七下西洋 其他的时间呢就开始海进 这海进就是一次接一次的 开开一点就彻底关门 一关门就是一百年二百年 所以呢 中国人就不注重 不注重这个海洋 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我们曾经有过海上霸权 对吧 我们多次讲过 正和下西洋第一次团队出去的时候 两万五六千人 相当于今天啊 像美国的尼米斯航空母舰出海的时候 才六千人 我们当时的那个船队的光 人员上讲是他四倍 那么 如果啊 如果中国人当时有这种海洋霸权意识 如果我们当时啊 运用我们自己的海军力量 这个不停的扩张 那我们今天第一 国土远不是这个样子 另外 我们你想想那时候的船啊 六百多年前 正和下西洋最大的一个船 表面积有十亩地 十亩地六千多平方米啊 那时候那船就那么大了 上面又可以养牛养鸡的 是吧 那么大的船 那我们搁今天 那船得造多大呀 我们今天要看那个 美国的航空母舰 看着都叫小船 说那来了一堆的小船 那我们船能做造特大 可惜我们没把住 没把住这机会 是吧 我们把这个拱手相让 所以到哥伦布 发现美洲大陆的时候 我们那船又小了 又不行了 这事就熬着熬着熬着 就熬到了1820年 美国的第一批移民潮 就这时候到来了 就大量的人涌向美国 因为英国人登陆已经有 我算算啊 这个1620到1720 1820 200年了 整200年了 两个世纪过去了以后 这个波士顿也建设的很好了 是吧 整个美国的土地扩张 到处都有土地 到处都有人发财 这样的话呢 大量的欧洲人呢 就往美国奔 土地富裕嘛 欧洲土地还是紧张的嘛 这时候又有大批的爱尔兰人 意大利人 就搬到了这里 搬到了波士顿 那么他带来了什么呢 就带来了罗马的天主教 所以截止到现在啊 天主教是波士顿最大的宗教团体 从20世纪初开始 爱尔兰人呢 就在波士顿呢 这个政治中心呢 扮演了这个重要的角色 最著名的就是肯尼迪家族 肯尼迪家族大家都比较了解 肯尼迪曾经是当过美国总统的 他对美国是有巨大影响力的 那我们今天主要要谈呢 这波士顿的美术博物馆中呢 这个 它是怎么构成的 它怎么出现的 波士顿博物馆呢 是美国呢 最富盛名啊 藏品门类这个 很全的一个博物馆 它每年有100多万游客参观 它的藏品呢 超过了45万件啊 它馆藏的日本艺术 是在日本本土之外 数量最多的博物馆 当然其他它还有美国艺术 亚洲艺术 埃及啊 中近东的 它一共呢 有9个部门 有178个展示 其中它的亚洲艺术 收藏最为丰富 我们为什么要介绍 波士顿博物馆呢 就是因为它亚洲艺术的收藏 非常丰富 它完全可以跟世界各大博物馆的 这个就是亚洲艺术媲美啊 我说的就是大博物馆 波士顿博物馆呢 它里头的最重要的藏品呢 就是中国啊 日本的朝鲜等国的啊 青铜啊 陶瓷啊 绘画书法 纺织品雕塑等等 门类非常齐全啊 你比如中国古画非常重要的 唐代 严历本的历代帝王图 宋徽宗摩 这个唐代 张宣的 导链图等等 这些国之重宝 都在波士顿博物馆里 1870年啊 这个哈佛大学的 这个波士顿的图书馆呢 和麻省理工学院 为展出它收藏的艺术呢 这个而倡议 在这个城市里呢 筹座一个博物馆 这书是中国的晚清同志光绪年间 那么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呢 它在这之后呢 几年啊 大概是六年的时间 就开放了 它开放的这一天呢 是1876年的7月4号 是美国建国 100周年纪念日 这对这个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所以它开馆纪念日啊 很有意义 以后美国一到 美国的这个建国纪念日 就是波士顿博物馆的 开馆纪念日啊 所以人家选的这时间好 那么到了1907年啊 他们就搬到了 亨林顿大道的465号啊 这个有机会去波士顿的时候 一定要去啊 半天就够啊 一天最好 半天就够 那么到了1909年啊 就是我们的最后啊 一个皇上普仪登基的那年呢 他就向社会开放了 那么到了上个世纪啊 1981年的时候呢 又有又由呢 这个我们这个华裔的啊 这个最著名的建筑设计师 贝玉明呢 他设计的这个主楼旁边的西翼啊 由他重新这个设计 落成也开放了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贝利明的这个设计啊 在中国能看到的就是 苏州博物馆是他设计的 你到日本能看到 美秀博物馆 我们将来有机会给大家讲 我以前讲过一两句 没有完整讲过啊 美秀博物馆 也是你一生值得要去的地方 再有我们大家都比较清楚的 卢浮宫前面的这个玻璃金字塔 这都是贝利明的一个设计 我们就想啊 波士顿博物馆 为什么会有如此数量之大的 日本藏品和国宝级的 中国的藏品呢 就包括中国书画呢 这是因为当时美国人 透过日本的收藏啊 这个收集来的 这有两个人啊 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一个是美国的哈佛学者呢 叫费诺罗萨 还有一个是他的学生呢 叫钢仓天心 博士顿博物馆呢 他在1876年的 正式对外开放的时候 日本部啊 就是他一个 就是一个部门 因为明治维新啊 明治维新 我们稍微对近代史 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 他就是相当于中国清末时期 他是1868年到1912年呢 这个时期 日本大力接受西式教育 推动了日本和美国的一个交流 日本明治维新呢 他成功 大获成功 所以这个 日本呢 就经济就发展起来 中国呢 当时有一个百日维新 就我们所说的戊戌变法 我们在明治维新之后 但我们的百日维新呢 失败 失败 所以就按照我们过去的说法 就是我们就沦为了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 17世纪啊 就是30年代末啊 相当于我们就晚明的时候呢 日本也是实行闭关索国政策 政府呢 关闭了所有的港口 驱除呢 外国人啊 也禁止国人出境 为者就得处死 当时呢 不知道他出于什么考虑啊 他给两种人呢 开口子 第一个呢 是给荷兰人 欧洲人他只给荷兰人开口子 第二个呢 就是给咱中国人 给中国人开口子 所以呢 荷兰商人 中国商人 除外 剩下的人都不许做生意 但是啊 这个 你们这两拨人啊 荷兰人和中国人呢 你只允许 在日本的长崎港呢 进行贸易 那么 17世纪的中叶啊 日本迅速了就填补了 这是中国犹豫政治动荡 因为17世纪中叶是 我们的明清交替 我们的明清 朝代一交替呢 政治动荡啊 经济都比较衰退 这时候这个口 这个空子啊 让日本人钻了 他欧洲市场的瓷器就短缺了 一短缺怎么办呢 日本瓷器就 就跟着就把这个窟窿填上了 那么 日本的瓷器就趁这时候运往了 欧洲呢 去赚钱 比如我们都知道 日本瓷器中有两大门派啊 这个风格啊 一种叫市优卫门 对吧 过去看 这个 一休和尔时候 老韩市优卫门 就这个市优卫门 还有一万里 市优卫门和一万里风格呢 是日本瓷器中的 比较典型的风格 比如我们上海的官府博物馆里 它的东西馆里 就在展出一种外销词 其中就有一个巨大的 康熙年间的 一个青花苗金 带有繁红的松鼠葡萄文的将军冠 那东西是我在荷兰买过来的 那东西这么老粗 这么老高 一对 当时我看见以后挺震惊的 很少 那么这件东西呢 我们现在定为 它就是康熙年间的 这个叫一万里风格的 一个中国瓷器 但是 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呢 它不排除什么呢 不排除这件东西的 原始状态 是中国人在井子论烧的 就是它的青花部分 它上面的金彩和红彩 不排除是日本一万里风格 就是由日本人填彩 那么当时最大的钱 被谁赚去了呢 被日本人赚去了 日本人从我们这 买了一个青花的打瓶 然后跑到他那 因为那时候正好是 就我们有点闭关锁国嘛 也动荡嘛 他拿去呢 在天之家业 然后卖到欧洲去 这类的瓷器 在当时的价钱 我认为比我现在买的还贵呢 我们在这个几百年前 中国瓷器的就是 尤其定制的很多 带有徽章的瓷器 在那种 在当时的社会下的 那个性价比比现在贵 因为那是最高档的奢侈品 不是我们现在 什么拎个包什么 这都特土 你拎个别人牌子的包 是个很土的事 当年的贵族呢 都是要定烧瓷器 就我们家瓷器就独一份 跟你不一样 那么在这个对外隔绝 就日本对外隔绝了也两百年 那幕府时代的 这个日本社会呢 它比较稳定 第一 它国家国土比较小 另外一个军人政权 相对的比较稳定 那么社会呢 被在这种 被这个幕府时代 高度控制的氛围中呢 它这个艺术 它发展起来了 这个日本 它这个艺术的发展呢 很有意思 它是因为 它跟其他国 都保持一个距离 一直到了19世纪的50年代 众多的外国 这个势力 都垂涎 中国和荷兰 在日本的贸易特权 你这种贸易特权 你想就你们俩人做生意 别人都不能做 所以呢 这个 日本政府呢 他还不愿意改变 说就我 我就这样 我活得挺好 我凭什么改变呢 美国人就认为自由贸易呢 就是说你不自由贸易呢 对不起兄弟 我只能跟你谈谈判 谈不了呢 我就打你 所以到了1853年 你记住这时间点都很重要 1853年 就是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 我们知道第一次是1840 第二次1860 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呢 美国的这个海军司令 这个海军司令叫马修佩里 就率着舰队呢 就到了今天的这个东京 就当时江户 就江户 美国海军司令 马修到了这个普赫港以后呢 他是先礼后兵 他先写封信给日本的 这个统治者说啊 就他说的有点 软重耐硬 免利藏针啊 就说呢 就说我现在要求你们 打开国门 跟我们贸易啊 咱们先礼后兵 如果您还不打开国门 那就这么着吧 就咱打一仗啊 咱打一仗 政治的最高效的手段 一定是战争 一打仗 这事就全解决了 所以这个事件呢 史称叫黑船事件 也称黑船开国啊 你想想这事呢 为什么说黑船呢 就是你多少有点不讲理啊 那么这一教科书式的 这个典型的 这个炮剑外交呢 他马上就奏效了 你说他管不管用 管用 日本呢 就也就不抵抗了 他迅速瓦解了 很快日本就被迫加入了国际市场 并成为了这个活跃的参与者 因为大家都愿意做生意 只是当时的政府不愿意做生意 由于他们都加入这个生意呢 很快呢 就是这个进入了世界的全球的经济体系 所以日本发展就非常的快 实际上呢 我们的鸦片战争啊 我们的书中一直说 鸦片战争 实际上这种鸦片战争呢 就是一种贸易战争啊 那西方的教科书里就这么说 他说这就是贸易战争 那么到了这个1868年 1868年呢 日本就开始明智维新了 那么明智维新呢 它实际上的这个根源很简单 它受到了这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的冲击 所以它就自上而下 还不是自下而上 是自上而下的 它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坛西化 和它的这个 那时候的现代化的改革 这次改革 使日本获利 日本就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 然后就寄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这一段历史也是日本近代史的一个开端 但日本国门打开以后 日本绘画就大量的输入往欧美 那首先对他最喜欢的都是一些牛的画家 这画家有谁呢 梵高 莫奈 这些画家都对这个日本的这个绘画赞赏有加 欧洲迅速就刮起这个日本风 你们注意看一下 到这个国外的时候有时候留心一点 欧洲你反正看见特带中国味的 不用问都是18世纪刮的中国风 反正你看了多少带点日本味的 那就是不用问19世纪开始刮日本风 这种风上都是一阵一阵的 19世纪啊 日本艺术渗透到欧美艺术中去呢 我们今天都可以在很多地方捕捉到 那么日本艺术如何影响欧美艺术呢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 就是服饰会 服饰会 葛世北斋的神奈川冲浪礼是最著名的日本的服饰会 就我们一看那大海浪 哇起来了 它创作于什么时候呢 就创作于大概我们的道光年间就是1830年左右 那么它是日本最传统的日本绘画的一个构图啊 我们看着都比较简单啊 蓝色的颜料呢 是进口的 这种蓝色的颜料叫什么呢 叫柏林蓝或者叫普鲁士蓝 德国人最会搞这个画工 普鲁士蓝 那么这个18世纪早期啊 这个颜色是在德国合成的 人工合成的 我们过去中国人画画都是天然的颜料 它没有合成的 所以它这种这个合成的颜料呢 特别蓝还耐久 当时呢 这个非常可能就是荷兰人和中国人辗转 把这个东西进到日本的 就卖到日本的 所以呢 到了19世纪20年代的时候 中国人也开始调制这种蓝料 所以画家就借鉴欧洲绘画的透视 这是日本画家啊 他借鉴欧洲绘画的透视 我们是不讲透视的 我们讲两种东西 第一个叫笔墨 第二个叫线条啊 我们不讲透视 我们没有说近大远小这概念 没有啊 远处也可以有 我们过去近大远小 按中国画的这个这个概念叫什么呢 叫帐山尺术寸马斗仁啊 这就算比例了 不管这人站哪 站你跟前也这么一点啊 所以 这个 日本的服饰会的这幅画呢 不是纯粹的日本艺术 而是日本和西方艺术的一个产物 它用的是人家的颜料 所以西方人很容易啊 欧洲人很容易接受 那么这个服饰会到了欧洲以后啊 到了欧洲以后呢 它这个既有日本人的这种东方色彩啊 又有它本来的这种要素 所以它就很容易亲近它 服饰会传达的信息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服饰会 我看过很多中国人一看服饰会的展览 我有一回在哪儿 看一个服饰会展览 我听旁边人都说 这有什么呀 这画的什么呀 我也会画什么 都是这态度啊 说这太简单了 这不是都平图吗 都是这种态度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态度 我原来讲过啊 一定要知艰难 你不要觉得人家那事都简单 就你的这事复杂 服饰会中传达的啊 社会各界的这种 各个层面的欢乐和疾苦呢 在我们的艺术里是非常少的 你知道 政治的表达中的啊 最高的肯定是宗教战争啊 宗教里还包括神话 政治的最基础的表达呢 就是市井生活啊 你看中国的绘画中呢 很少 最高的表达很少 你比如 我们的宗教就是画点水路画啊 过去在庙里挂着啊 这个战争场面 我就没有印象描述过啊 我们现在近代史上 还有人画战争场面 因为古代没有画 你比如我们唐代 现在有个高头大卷一打开 安史之乱 你想想国之众讨 我们没有这个 那我们有什么呢 啊 就是政治的最基础形态 就是清明上和图啊 就是反映市井生活啊 这有一个 骡子那儿一马 这是卖柴蛋啊 那个是这个 卖点肉卖点菜 就是这种市井生活 这种图在中国 都已经是国之重宝了 我们 我们啊 就中国绘画 你看日本绘画啊 这个服饰会 上至日本的皇宫生活 贵族生活 下至百姓普通的 包括妓女的生活 他都有描述 但我们没有 要不然我们打开 我们的画 就是千里江山图啊 就是 这个非常宏大的画面 要不然就是什么呢 百花图啊 我看过 百鱼图 百鸟图啊 就全是跟政治 跟我们生活都很远的 很隔的这种题材 所以日本绘画 由于他囊括了 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 他在世界绘画史上 占有极为重要的 一席之地 梵高 莫奈这些人 对他佩服的 无底头地 我们有机会 如果去这个荷兰啊 去梵高博馆 你去看 梵高博馆 我记得好像在三楼上 专门把梵高 当年在日本生活的状态复原 他当年在日本 怎么住的房子 那房子有多大面积 是什么一个形状 还是好像不规则的 一个形状 那是他当年在日本 居住的环境 所以梵高的画里 有很多啊 包括莫奈的画里 很多服饰会的影响 那么从二十世纪起 波士顿的博馆呢 已经是美国 日本艺术收藏研究中的 最重要的这个部分 他后来中心呢 就开始往中国古代艺术仪 这很有意思 因为明治维新以后呢 这个三名美国哈佛学者呢 就应邀到了日本 到日本以后 看到了日本的艺术品呢 觉得日本 艺术品 就日本人对自个儿的 这都不怎么重视啊 咱就收集点 就买点 那么那段时间 美国人大量的收集购买呢 就奠定了波士顿博物馆的 日本部的一个收藏的基础 我们说基础很重要 你没有基础 很多事你做不起来 其中最著名的啊 影响力最大的这个人呢 叫费诺罗萨 他这个人呢 是1874年 哈佛大学毕业的 他后来娶了第一任妻子啊 第一任妻子 这个他在私生活有点问题 他娶过一任妻子 后来离了婚 又娶了一个 按照今天说啥问题没有 但是在那种清教徒环境中 他肯定是有问题 那么他就在这个结婚以后呢 1878年他就受邀啊 就去了日本东京的帝国大学呢 去教授政治经济学和哲学 你看这个教授本事很大 他当时就碰上了 他这个学生啊 叫钢苍天心 钢苍天心呢 又名叫钢苍绝三 然后他就一起呢 就去建立了东京美术大学 那段日子他跟他这个学生呢 就开始一起研究日本的寺院啊 古董的啊 他还皈依了佛教 而这位钢苍天心呢 就是后来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搜集中国古话的关键人物 一个日本人 在钢苍的这个协助下啊 就是波士顿博物馆 买了大量的日本艺术品 那么在这个1886年的时候呢 这个钢苍呢 就是把他大量收集的这个 中国和日本的艺术品呢 卖给了波士顿的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叫韦德啊 你知道医生过去都特有钱 救人的命嘛 所以得多挣钱 那么这位医生呢 后来去世以后 把自己所有的东西 捐给了波士顿博物馆啊 波士顿就落下这么一批巨额的财富 1890年啊 这个费诺罗萨回到了波士顿 担任那个波士顿博物馆的 东方部的头 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呢 就是收集中国话啊 他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 非常重要的 有这个五百罗汉图 五百罗汉图是一个很有意思 他南宋时期的作品 巨幅作品 原来在京都的大德寺 因为日本 只有日本能把这东西保存下来 他这个画很有意思 他是五个罗汉 画在一张画上的 五百罗汉呢 就是一百幅画 这一百幅画呢 后来经过各次展览 干什么也有丢失的 也有破损的 那时候没那么重要了 这个最后呢 波士顿博物馆呢 就留下了几幅 现在呢 在这个日本有多少 日本还有三十二幅 这日本呢 现在把这个定为啊 这个五百罗汉图定为 国之重宝 以这个严格保护的 那么后来 这个费诺罗萨呢 就在1896年呢 就被撤职了 他为什么撤职呢 就是因为他跟他妻子离婚 他其实他跟他婚 妻子离婚以后 他又跟他第二任妻子 就结婚了 这个 因为他这个是 前面是因为有一个 原因啊 他前面是有婚外恋的 所以在清教徒氛围 非常浓厚的 那个波士顿呢 他就引起公愤 结果他晚年就比较 这个穷困潦倒 那么费诺伦萨 就是卸任后以后 他的学生 就是这个钢仓天心呢 就成了主角了 然后这个钢仓天心 不用问日本人生在横滨 这个人15岁啊 他就去基督教的这个学校 学英语 后来呢 他就进入了这个东京 帝国立功 帝国立功大学呢 他协助他的导师 就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费诺罗萨呢 创办了东京美术大学以后呢 他在那个学校里任 第一任校长 他本人有强 就是因为他会英语 你知道多会一门语言 他的视野就会开阔一些嘛 所以他有这个 比较明确的这个国际视野 他对亚洲艺术特别感兴趣 因为他是日本人 他对中国的传统艺术 就非常容易理解 他游历了欧洲美国中国印度啊 等等这些国家都去完以后呢 他就反复的强调当今的世界 亚洲文化的重要性 这一点很不容易啊 在一百年前啊 明智维新的这个 在这种大环境啊 明智维新革命以后的这种大环境中呢 他在这个 写过一本书 这本书呢 在写于1904年 说起来是一百多年以前 这本书叫《日本的觉醒》 他在这本书里啊 是这样说的 说西方的荣耀是亚洲的耻辱 你说他这话说的狠不狠 太狠了 他就是在这种 这种理念下呢 就觉得自己呢 因为西方当时非常强大 有点心灰意懒 这个他就去了 这个美国 去了波士顿博物馆呢 就去工作 成为亚洲部的老大 然后最后他也离任后以后呢 就来往于美国和日本之间 最初就是帮他选购日本艺术品 后来呢 他就把视线投往了这个中国 中国以后呢 他利用了 在清末的时候啊 他来到中国 利用很长一段时间呢 考察了天津啊 北京啊 郑州啊 洛阳 你想想他去的这地 全出文物的地 对中国的古物流通呢 就是考察 包括寻宝 到了二世纪初啊 这个钢仓天津呢 开启了首次的寻宝之旅 他来了北京以后呢 他目标明确 直接就奔了这个流利场 后来去了西安洛阳 你看这都是出文物的地方 那六年以后呢 就中华民国就成立了嘛 然后他再到北京和天津诗 以有大批的古董商 就围绕在他左右 因为他是个大买家嘛 比如我们重要的啊 岛链图啊 徽宗这个这个临摩的啊 原来是圆明园的 结果呢 最最初是唐代画家画的啊 真迹肯定没了 现在这个 宋徽宗的这个摩本 已经是国之重宝的啊 这个也买走了 比如五代董元的 平林济色图 比如南宋马远的柳暗远山图 还有南宋下归的风雨行舟图 等等啊 这些呢 都通过 钢仓天心的手呢 都发到美国去了 这个1913年啊 钢仓天心就去世了 波士顿的 这个博物馆里呢 为他专门建了纪念展馆 我们从钢仓 收集的这些古物 就可以看到 它呢 改变了美术馆的收藏重点 叫什么呢 叫从日本到中国 为什么它是远东最重要的啊 这个艺术品收藏 就是不仅有日本 还有中国